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吓我 你看你今天在吓我 我今天也有笑耶 走走走 我們現在在雙溪車站 我們現在今天要走淡南古道 淡南古道就是以前的那個淡水廳 走到隔馬蘭廳的一個台灣的古道 因為現在台灣的公路以及鐵路的發展 所以我們人類 我們人民啊不是人類 人民慢慢的淡忘了這個台灣的古道 那這個台灣古道還蠻多一些歷史遺跡 這邊右轉嘛 OK 那我們今天有兩個人一起跟我來採線 一個是芽芽 一個是嘉芊 那我們今天要走到從雙溪車站 走到那個大理車站 那另外的話我們還有準備GPX 那你可以使用那個健行筆記的APP 他們現在有開發一個APP 那我們知道我們去趴山啊 都會先去健行筆記的網站 去 download他們的 以前其他人下載的那個地圖 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都不知道路 所以我們剛剛都是用那個手機 去下載那個GPX的軌跡檔 然後我們就按照他的路走 那現在這個健行筆記的APP 他就是可以把他網站的那些地圖的路線 全部都移植到APP上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那個APP上面去下載去PX 然後直接導入就很方便 這感覺好像湖的感覺 還蠻漂亮的這樣子 走吧 我們快要走到貢寮車上了耶 真的假的 有 我回來看你要這樣走 沒有吧 坐我車回來吧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走回來嗎 我不要 你不 你應該不用減肥吧 我們是不會阻止你 對啦 那我們會在火車上給你 對 我們大概 走了20幾分鐘 都是在走柏油路 比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以為是走可能古道 可能要走進古道的時候 可能才會有那些山路啊 林林路之類的 現在都還是柏油路 所以有車子經過 要小心一點 1點57 然後我們到了貢寮火車站 所以如果你只要單獨想要走草林古道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從雙溪車站到這邊 都是柏油路 從這邊貢寮火車站 要去草林古道的漫畫祭的話 那就是可以來到貢寮火車站 那我們家的路線就是從貢寮火車站 然後走到大梨火車站 那我們再坐火車回去 那我們中午 下午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在那個 因為它11月3號到11月25號 它有 它就是漫畫祭嘛 那 有熊政蠻煙跟虎之類 它這邊有做導覽 然後我們要去參加這個導覽 然後我們要去參加這個導覽 那我們玩家庚東五名 五名齁 所以現在剛好已經快12點 所以我們就 這邊先吃飽飯再繼續走 還好我們有裝GPX 不然這邊好多岔路 對 都不用看路 對啊 有GPX真好 然後它這邊草林古道路口 也有一個召開 可是它比這邊耶 它不可能被換過吧 沒那麼陰吧 它如果下面是這裡 一樣啦 後面會走到 後面會走到 走走走走 如果去爬山的話 可以用手機直接倒 然後可以直接把那個 網路給關掉 因為它是吃GPS的 所以省電 因為網路在山上的話 其實也受不了訊 我們就來這邊啦 那邊有寫說要垃圾擠在下山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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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是這 紅的蠻眼 我應該來不及了吧 你覺得 他都40分鐘 他說40分鐘耶 有 有 一手吧 什麼 筷子 把它撿起來吧 有些人 才會把 在這邊吃東西 然後又提留了筷子在這邊 把它看一下 然後 因為下雨 所以可以帶雨衣 雨傘 然後一些帽子 我的帽子已經 借給 加千 加千 欸可以 沒有帶 很好 很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可是是真的啦 好吧我們今天另外一個任務就是 天圖有垃圾 小垃圾 順便撿一撿好了 看是第二個任務 好累耶 好累耶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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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抖上嘛 好 可以 一開始就抖上了 剛剛好兩點整喔 好他們這邊也有導覽 剛剛有衝 對 好 好的 熊政蠻菸 對不對 齊這個四個字的人 是一個將軍喔 就是一個清朝的總兵 叫劉明登 劉明登 那邊 喔 就是熊政蠻野的對面那邊進去 是 那這條是新改的 這條是東北角風景區他們維護出來的 所以真正的淡蘭古道的那個草林 是從路路進去的 並不是這一條 那一般人我們都認為是這一條 對對對 了解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先慢慢走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去開通這一條 那這條通過去直接到那個山下 有一個那個獨屍宮 他們兩個是互聯的 對 就是說結婉取紙 那因為這條路 畢竟是算蠻平穩的 可是對遊客來講 還是足路相當的不方便 了解 所以我們會開一條這種步道 讓大家走會比較安全 喔 了解了解 到了 駛駛駛非常的豐富 然後到了屋口上去的時候 然後到你的山區 那個整個植被是不一樣的 是 非常非常的單調 你現在可以看是 有那個斷木 還有蕨類 你到了那個駛駛駛那邊的話 完全是不一樣 是 第一是高度的問題 再來是風向的問題 是 因為這邊主要是東北濟風 喔對 對 所以東北濟風走過來的時候 主要呢 所以這邊的水平都會有大 了解 喔 搞出來就是這邊的水泥很重 喔 所以這邊的生態算是比較豐富的地方 對 哇 這邊下面好漂亮 所以那個吸水旁邊喔 上來之後就沒有了 喔 所以這是最後一棵了 你可以觀察 你可以觀察 喔 這什麼名字去了 什麼比桶樹嗎 比桶樹 這邊這個步道最後一棵的比桶樹 這個活化石 下去全部都是困惑 那個小奶車頭全部都是芒草區 由下往上不會割人喔 喔 那你由下往上就會割人 你會不會養馬吃草 為什麼他們的舌頭不會被割傷啊 他們從下面吃嗎 請問他們怎麼吃 你知道嗎 你其實一觀察一下 他們怎麼吃 他們一定是這樣吃 然後膽子就這樣 然後扯進去 戶口 這邊 牙口喔 愛你 來了才知道說是叫戶口 不是叫牙口 你看他自己有竊上來 所以這個步道就是兩三郊位 現在自然就是我們一般搶的說安部的 安部的 所以馬鞍的那個 要避充的地方就是安部的 我們今天的路線走完了 下面應該就是 我們的終點大理車站 那我們是今天早 大概從9點25分 到現在已經是3點了 剛才下面有個土地公廟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土地公 剛剛導遊有講說 其實裡面有三尊生命 其中呢有兩尊是土地公婆 有一尊是土地公 那他的由來是 土地婆的那個本尊就遺失了 然後就當地的人想說幫他 再做一個土地婆來陪他 但是呢做好了之後 就在下面的 就是可能草地還是哪裡 就找到了他 因為好像是當地人 比較不喜歡拜土地婆 可能覺得 土地婆會管很嚴 對 就老婆會比較兇 所以呢他們可能 就這次傳說 這次傳說 然後到最後呢 做好了之後又找到土地婆 所以你去看一下土地公廟呢 他有三尊神像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的由來 那今天 算是運氣好啦 因為 雨沒有下很大 那今天的路線呢 我也會放在 我的下面的資訊欄中 你可以去下載 那他是從雙溪車站走到這邊 你的那個GPX 直接會入進來 就按著他走 就不會迷路了 我們今天 三個人都是第一天來 然後就這樣走過來 就很OK 龜山島剛剛是有看到 可是現在沒看到 那另外一邊的話 還蠻漂亮的 還不錯 漂亮 這樣子搖晃 這邊全部都是貓 好 另外一個要提醒的就是 你來的話一定要當登山鞋 因為這邊的古道會化 而且現在這邊又是下雨的天氣 他是有實質路 所以會化 所以你一定要穿 你的登山鞋來 那也很感謝索羅門提供了 OLED GTX 讓我 一路平安的走上來 那 也謝謝ODOLO 這個衣服 他是有包含 銀纖維的技術 那銀纖維的話 他可以抑制 細菌以及異味 那我們 下一個影片見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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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